瑞芳明登陸靠近地震事务所外面的公车站 每天都有很多人等车 不过因为没有后车停 大家都要忍受日晒雨淋 在25号的会刊中 议员林一齐服务处就邀及了市府交通局 以及公所人员到现场会刊 交通局原则上也同意 会再新设一座后车停让民众使用 在瑞芳明登陸地震事务所外的公车站 还可以看到平常就有很多人在这里等车 不过因为没有后车停 所以常常得忍受日晒雨淋的辛苦 洪行里长表示 在这里等车夏天热得要死 冬天又时常下雨 大家都苦不堪言 我们瑞芳是多雨的天气 有民众使长在反应说 后车的时候会风吹移打 我们因为经过两三天的征刑反应 也伤行地震事务所 能释放后车停的土地出来 经过沟通以后地震能帮忙 议政事务所我们帮忙之后又硬意释放出来 让民众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 民众在这边后车其实都没有遮雨棚 那没有一个可以遮雨的地方 那瑞芳这边又多雨 那经常有民众撑雨伞在这边等车 那议员也看得很不舍 那包括民众也经常跟议员这边反应 那所以今天我们就会同我们市府的交通局 那包括我们的地震事务所 那跟我们的工所 包括我们当地的里长一同来现场会刊 那刚刚整个看下来结果 原则上议员这边已经要求 交通局这边要尽速把这个后车停建置起来 约尼一级服务处组织所得表示 议员每次经过这里 都会看到许多民众在这里晒太阳 或是撑闪等车心里不舍 因此特别向交通局争取整设后车停 顺便将这里的路面一并整顿 让民众未来在这里等车可以更方便 比较不会晒到太阳 有时候也不会淋到雨 对比较舒服 对比较舒服 现在就拿衣闪也不方便 买菜一道这不方便 地震事务所全面的地平 也都已经损坏严重 那议员这边也希望能够 已经争取了 用我们的所谓前瞻计划 来支付这条经费 也希望把整个地平整理起来 让民众在这边走道行走会比较安全 那将来这一个后车停建置完成以后 那也会加入议员目前在争取的 所谓一个智慧型站牌 会加入里面 会成为我们议员目前争取第六座 会成为我们瑞邦区内地区座的 一个智慧公车站牌 作者表示 交通局原则上同意是 做新的后车停 回去后会排入工程序列 后来也会与议员争取的 智慧型公车站牌 做一个整体改造 请民众示明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